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用急啊 最重要是拜啊 為什麼要自己說我的? 我不說我的嗎? 這裡是低收入的一間是可以住的 好像公公一樣 大家好 我是Mora 我學了廣東話三十年 她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 做freelance 寫稿 還介紹過港產片 當初因為這套電影而學廣東話 第一套在戲院看的廣場片 就是半金八糧 那裡是廣西廣東話 還有主大國都是廣東話 覺得廣東話挺好聽 好玩 之後開始喜歡看那些 聖龍營必控金布的功夫片 看喜劇 還有炸陽化的黑片 這個能不能播出嗎? 這些是日本人在香港出版的雜誌 香港通訊 介紹很多香港的東西 這個也挺喜歡 因為我去香港很多次都住過重慶大廈 對我來說 重慶大廈也是一個香港的一部分 代表在不同的國家 有很多人來 都可以代表這些香港的環境 廣日吹水區 廣日吹水區 是2014年7月建立的 現在有5400多個參加 乾杯 大廣日吹水區 有時我放了工 就會加入他們 然後有些帶我蛋撻 或者豆腐花一起吃 很開心 說得不流利之外 可能對香港認識 比有些香港人更加深入 我覺得這件事最可貴 為何影響滾水 只會好看 他最初是靠聽歌和看電影 自學廣東話 十年前開始研究發音 還編定了一套教材 開班教學生 有些流行的拼音 我覺得都不太適合日本人 自己創造 適合日本人的拼音系統 學好一些基本上 原音、符音、聲音、音樂 總之都要由發音開始 我最希望多些 喜歡香港的日本人去學廣東話 如果懂語言 不只是物質相接觸 可以心對心地交流 如果懂語言 可以更加了解那邊的人 平時想什麼 平時說什麼 他第一次來香港是1987年 覺得30年來 這個地方改變了很多 最大的分別 就是普通話 多了 到處都聽到普通話 香港將來都不知道 將來是怎樣 比中國維持 香港人都不知道 可否將來自己決定 但是我很希望 反帝字 廣東話 都絕對下去 我個人意見 就是 香港最多人說廣東話 就是廣東話 就是香港是母語 就是這樣感覺 香港人都要學廣東話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以學到 可以教人 就是這樣 香港人都要做多些 用廣東話的文化活動 就是讀詩 和唱大戲 那些 我們小學的時候已經知道了 出來社會做事之後 失散了10年 突然間有個 Toming到了 Toming到了 可能大家 就回到一起 Wallace 在2009年 曾經去過日本留學和打工 在2013年 就回到香港 和Milk 重遇之後還結婚 在去年8月 還申請了經營管理簽證 來到日本創業 開著移動販賣車 賣雞蛋仔 東京大概1000部 以輕食、咖啡和便當為主 東京 超過100個 對 計不到 例如大學 國立博物館 全國運動會 足球會大賽 棒球會大賽 我們都可以去玩 為什麼不選擇開店 而販賣車去做生意 就是這個 什麼 吸引到我 我們兩個人 根本就不喜歡 在房間工作 但是我們每天 去不同的地方 見到不同的人 認識到不同的人 非常棒 這個很原本 我喜歡這個 我們本身想想 賣關於香港的東西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賣雞蛋仔 我們有九個口味 最基本 香港人最熟悉的原味 一定有 另外有士多啤梨 綠茶 和朱古力味 Wallace本身在香港開貨 而有Milk 就從事美容 去到日本之後 就由零開始 搞移動販賣車 首先就要考日本車牌 買回車 找工場裝修車內的廚房 要去保健所 拿食品衛生責任者證明 申請營業牌照 最後還要處理保險 預訂場地 才可以開始做生意 預算三至四個月 投資了五百萬日圓 五百萬日圓 五百萬日圓 已經開始成功了 移動販賣車 就不及開店穩定 經常都要受到用電量 天氣 和場地等等的因素影響 剛剛有颱風 有梅雨季節 一個星期下了四日月 我們cancel了三日 但幸好我們做這行 有些位置 就算租了 那天下雨 你可以退錢 有保障 他們就住在距離東京 有兩個小時車程的穿越市 每一天七點鐘要起床 由出車到回家清洗 有時都要做足十七個小時 但他們都覺得是值得的 值得的位是 終於可以開到我自己想要的 移動販賣車 終於可以在日本著名的地方 販賣到我們香港的小食 他們就計劃要逐排經營 還要和移動販賣車工場合作 支援香港人來這裡創業 只是雞蛋仔的收入 其實已經足夠維持我們在日本的生活 看回這一代的年輕人 其實很多人都想走 走的原因不是說要扔下香港 而是可能創業 看看有沒有機會發揮 令到自己將來的生活更加好 我們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想 好 不要以為這裡是甜品店 其實這裡是食物模型的工房 來的 第一個面細的食物模型是蛋白飯 當時由經營便當店的岩奇龍三製作 自此日本就出現不同種類的食物模型 食物模型比真正的食物 差不多要貴六至七倍 想知道為何這麼貴 又如何做到這麼像真呢 不如一起入工廠 看看師傅怎樣做 這間店已經有七十年歷史 有三十個員工 每天人手製作三至四類產品 每類就會製作三十至一百二十個 首先將真的食物放在盒裡 用直膠倒模 放二十四個小時冷卻 然後再洗乾淨食物殘渣 模中會留有食物的紋理 材料是將塑膠粉混合油 加入硬料調色 再倒入模中 接著就放入焗爐 小型的焗十至十五分鐘 以後的就要焗幾個小時 為了令三文魚子更有光澤 要焗兩次 你可以看到兩者的分別 雪花牛的工序就更繁複 用有畫筆在模上分四次畫上雪花 每畫一次就需要焗一次 才做到不同顏色的層次 為了令食物更加象徵 就來到這個細緻加工的步驟 模型師就會用噴槍或者筆 去畫上更加細緻的花紋 在三文魚子上畫一點 就會像真的一樣 然後就會用膠水黏著 營造多到滿寫的效果 部分的食物 例如麵粉類 就無需要用真食物來倒模 用原材料搓成麵團 用機器切割 接著放入其他材料 最後倒入原材料做湯 就和做一碗真的麵大同小異 最難做的是鮮魚 製成模型之後 還要呈現出新鮮的感覺是最難的 要製作幾天 是需要最長時間做的食物模型 工場內的食物模型師 大部分都是女性 是因為女性觀察食物比較細心 女性去超市買東西 會選最新鮮、最便宜的 會仔細地觀察食物 相反男生就會大口大口吃 對食物的了解 或者會沒有那麼深 食物模型師 經常都要接觸化學物 而且工作環境很滿熱 老師傅說 肯入行的青年人越來越少 但23歲的他 仍然都想試一下 喜歡做手作 所以想試一下這一行 雖然有些細微的事做得很辛苦 但因為是興趣 所以都很開心 喂 拍完了 下班了 乾杯 阿婆阿婆 東京有一間專為毛公仔而設的旅行社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好 乖 有錢 嘅 叫你 是 叫你 叫你 打開 天便 叫你 叫你 他們都是在不同地方由主人寄過來的 這些是遊客 這是雲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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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手製的雲 現在我們去東京駕駛 東元潰之前在銀行工作 現在全職做毛公仔旅行社 一個人帶團拍照 他主要搞東京一日遊 逆去過大阪南韓 每年平均搞超過40團 客人是來自世界各地 有不少來自美國和歐洲 他們可以在Facebook看照 即時追蹤毛公仔的旅程 而在落單的時候 他們就要填一份問卷 我問財產的名字和性格 或是牠是食物 當然如果牠是雲 當然牠或牠不會吃豬 我問財產的名字 我問財產的名字為何 你為何要送財產的 雲紗 我試著跟客人相關 所以我並不願意 承認牠們成為一個物件 牠很多年前已經 做了這雲紗 有一次牠們還跟了牠的朋友 去旅行拍照 我可以看到France或紐約 通過牠們的牠們 所以我認為 如果我做這個 為人們 誰不可以自身旅行 我認為這是很興奮的 我認為這會讓牠們 成為了牠們的影響 可能只是不夠錢或者太忙 但是有些人身體根本就無法走動 不要以為毛公仔是沒有感情 這兩隻公仔在東京旅行團相遇 喜歡對方 兩個主人就在情人節再次將他們寄到東京 他們又來自法國和美國 當我開箱後 他們都穿著 準備給予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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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stuffed animals connects me with various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and that makes me broaden my views and makes me feel mor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只要你重量不超過300克 就可以參加毛公仔旅行團 快點叫你主人將你寄過來日本一起玩吧 去扭蛋當然要去全日本最大的扭蛋店 這間扭蛋專門店有480部扭蛋機 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扭這裡的錢 喂喂喂 記者你扭得這麼興奮 你又懂不懂這些扭蛋知識呢 很多人都以為日本是扭蛋的發源地 但錯了 其實它的概念是源自美國的Bulk Vendor 1920年代起 美國有很多賣糖的自動販賣機 好得小朋友的歡心 1960年代 日本人松田龍衫將它帶到東京 在淺草設置了第一部 美國進口的自動販賣機 除了糖也混入了玩具 後來為了避免玩具卡住機器 松田龍衫就想到用塑膠盒裝著 成為了現在的扭蛋 60年代的扭蛋只需10日 大約是當時半瓶牛奶的價錢 玩具公司就用這句口號來吸引小朋友 70年代 玩具公司Bandai投入扭蛋市場 用了這個名為扭蛋產品註冊 並且在1977年定價為100日 現在的扭蛋大部分都是由200日到600日 以前的扭蛋題材多數都來自動畫 有80年代的筋肉人 90年代的高達 大約2000年後就出現象徵的扭蛋 例如雕像和動物的模型 講究比例和細緻度 今年就越來越多惡搞和創意設計 例如下巴兜兜動物 還有銷量第一的杯原子 無論是經典藍白套裝 還是聯繩系列都一樣大受歡迎 扭蛋迷經常不知道如何處理彈殼 2017年Bandai就出過第一批無學扭蛋 彈殼本身也是玩具的一部分 既不會浪費又有創意 作為扭蛋迷必去的朝聖地 店舖中無時無刻都逼爆 店主何野陽在這裡工作了10年 他覺得扭蛋帶給人很多歡樂 因為不知道會扭到什麼 覺得很興奮很刺激 所以大家都這麼喜歡扭蛋 店舖中每星期平均有15款新扭蛋 經常都有瘋狂粉絲 在扭蛋裡面放置條 送出小禮物或扭蛋現金券 扭蛋迷不要錯過 如果你喜歡組模型特別是高達 你就一定聽過這個名字 他就是日本的專業模型師 90年代曾經參與高達模型一個重要系列 也是玩具箱MAX FACTORY的創辦人 我最初組裝的是5歲 我父親教了 我一起組裝的記憶 有一個有趣的一段 我說 Can I Look Yourself 我喜歡的色是甚麼 所詮釋出的質疑 提到學生老師給大家聽到 全都是年紀念 都在男校園中 原來我說是紅色 因為我叫編 為什麼 發生的叫做是零色 原來叫做 由於是原來叫做 被叫引發 親家人被叫好 高達模型在1980年面世 當年18歲的他 在模型雜誌Hotby Japan發表作品 正式以職業模型師出道 他有完全自製的模型作品 亦會對模型加工 示範打磨、賞識等技巧 他大學是讀名校祖稻田的雙科 未畢業已創立Max Factory 開公司的300萬日元 都是四周圍籌回來 他出過幾本書教初學者砌模型 其中一種噴圖方法 更加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噴圖時特意保留寧角位的黑色底色 去提升立體感和令模型舊化 而多年來他最滿意的作品 正在零誌 我一個親友 可能是香港人或中國人 也知道的 強食倉庫Gyber 我原型的作品 我現在最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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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級感受到的 特に我也是有很多人 香港的產品 有很多產品 有很多產品 我也是有很多產品 我也是有很多產品 最高的 香港的產品 Gunpla 作品是世界上最高級的 非常厲害 別以為砌模型就是澤南 56歲的他還是三項鐵人的高手 每年都會參加比賽 他的辦公室就是抽業員 模型迷下次來朝聖的時候 還可以看看能否撞到他